剛剛今天我們講到有關平衡的動作 以下我想示範幾個方法給聽眾朋友來鍛鍊一下平衡 當然在做的過程裏面如果你發覺自己的穩定性不太好 記得找些東西扶著 我不想因為練平衡的時候反而失得重心會跌倒 基本步第一件事我們先扶著 我們單腳站 舉例如果我想練習這隻腳的平衡的話 先站在這隻腳那裏 另外這邊的腳就是第高 這就是我們叫做金雞獨立的動作 當你發覺我都可以平衡的話 你試試盡量收緊腹部和眼睛躍下前膜 在朋友做的時候可能會發現 我都站到的不過我個人左搖右擺 如果你發覺你左搖右擺你先扶著 就不要硬做得太複雜了 第二件事就是當你發覺可以的話 離開手保持著這個動作 這樣就挺直的人 然後慢慢慢慢就嘗試這隻腳 向前向後擺動 正常當你擺動的時候 身體是可以站直到的 如果你發覺我都覺得可以處理得到 你可以令你的動作難度增加 就是怎樣呢 把你的手同一時間好像我們 跑步一路動著 一路搖著 大約三十秒鐘至一分鐘 有些時候我都跟病人說了 如果你沒有時間做的話 你刷牙的時候就可以做了 刷牙就一隻手扶著這個尺盤 一隻手提高隻腳 另一隻手就可以刷牙這樣 最起碼一天可以練到兩次 用心練 如果你發覺身體平衡的時候 記得扶著 不要等到你 你祐謝 鼓勵